泰迪母狗发情什么症状? 泰迪母犬发情什么症状? 母犬泰迪发情的时候呢 会主要一开始的时候是小桃子肿胀 你会发现通红通红的种种的 并且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反复舔桃子这样的一个习惯 之后呢会有一些分泌物分泌出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水样的一个分泌物 到最后呢会是淡粉色 或者有的小狗出血量多一点呢 会有鲜血 但是数量并不多啊 鲜血这样的一个血量分泌物出来 这是一个发情的表现 然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会吸引大量的一个公狗 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对于公狗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它是不允许其他公狗跟它进行交配的 但是在它发情的10至12日左右的时间呢 你会发现它又开始出现了顺从感 会出现让尾这样的情况 把尾巴让开 把自己的音符暴露出来 去吸引小公狗 因为这个时候是它认为一个交配 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发情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上述讲的这几种症状 这个时候也是特别危险的时候 因为当你没有任何想让它去怀孕残载 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 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它看看好 因为一旦受孕上了之后 现在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药物流产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到最后可能都是要一刀解决问题 这个伤害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家人的小狗给它看看好 好 其实如果发情的症状 刚开始的时候 小桃子肿胀 反复去点桃子 它会有分泌物出来 或者有些小狗的出血量多点 等到发情10到12天左右的时间 它会出现顺从感 它会有让尾的情况 把自己的音货暴露出来 去吸引公狗 此时还能说是最好消费的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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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